臺風渡蘇瑞造成的損害 不只在路上 海底也有 屏東墾丁後壁虎海底 有顆大型的車渠背 約四十五到六十公分 在當地是相當知名 近日卻發現車渠背內 只剩些許的肉絲 因為車渠背的殼還在 跟一般的稻採 完全拔除不同 肯管處研判是 颱風來襲期間 大浪反覆衝擊導致的 已經將車渠背帶回 後續將會製成標本 一號這天潛水源下潛到屏東墾丁 後壁虎前點 找到這顆大型車渠背 它是當地的明星生物 幾乎到訪的前客 都會跟它合照 卻在杜蘇瑞颱風過後 被發現背內只剩些許肉絲 明顯死亡 車渠背過去遭倒採 都是整顆偷走 這顆大型車渠背外殼還在 肯管處排除被倒採 研判是杜蘇瑞颱風期間 好幾天出現大浪 反覆衝擊導致它死亡 車渠背是世界上最大的雙殼缸動物 由海中玫瑰美稱 海洋委員會也曾預告修正 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將國內七種車渠背列入珍貴稀有 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 但最終沒通過 後壁虎這顆珍貴的大型車渠背 不敵颱風死亡 橫管處也將製成標本 賦予它更多教育意義 記者王庭 陳顯昆 屏東報導